今天是小鸡来我家的第131周了 今天外边的天气不错呀 但是今天天气有点冷啊 现在十度不到啊 小鸡现在到了马上要冬天了 冬天是不怕冷的 就算下雪的话 这些小鸡也是不会怕冷的 好了 老规矩还是先来喂小鸡啊 带了点这个鸡饲料 剩菜剩饭 来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拇指饼干 好了 我们先来喂小鸡开门 好了 这些小鸡已经迫不及待在这边等我了 先把它给它们粮食加上 好 然后的话这个 哎呀 盖子上的粮食 哎呀 剩菜剩饭给它们加上 好 倒干净 然后这里还有一包 这个过期的母子饼干 意大利母子饼干 OK 然后饭后甜点也可以它们加上 饭后甜点 我们进去看一下 里面这个补盖桶啊 这个补盖桶好像给它们吃完了 这里面就是那个生蚝壳啊 我们把这个补盖小桶拿下来 专门是给它们补盖用的 我里面给的是那种生蚝壳 好 我们去给它加生蚝壳去 这个生蚝壳啊 我是买这种现成的 直接就是磨好的 铲一铲 生蚝壳 大家看就这种已经磨碎的生蚝壳 上面是给小鸡补盖用的 这样的话鸡可以帮助消化 也可以补盖 再来一勺 再来一勺 到去小桶里面 好了 拿着生蚝壳回到它们鸡舍里面 给它们挂上 哎呀 生财生饭已经给它们吃得差不多了 这里有个小钩子 直接把这个生蚝壳挂在上面就可以了 骨盖桶挂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饮用水够不够呀 还有大半桶饮用水不用加了 好 喂完小鸡呀 我们现在就来看能收多少房租啊今天 哎呀 这里有五枚鸡蛋 有一个鸡蛋破了 这里有个鸡蛋壳啊 把五枚鸡蛋捡出来 一二三四五 这里有一枚鸡蛋 两枚鸡蛋破了 这里还有个鸡蛋壳啊 两枚鸡蛋给它们搞破了 好 今天收了五枚鸡蛋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期待录取的更新 我们下期视频就到这里了